走 你对比赛的结果不但满意是吧 那要不这样 我们加试一场 如果你能让我满意 我们会考虑要不要改一下结果 为什么 我已经通过面试了 为什么还要加赛 顾扬 你已经考上朱利亚 我也被录取了 加赛根本毫无意义 这次的面试结果 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顾扬 真的拜托你了 这次面试 是最后的希望 我请求加试一场 好 一会儿我会弹一首曲子 这首曲子 混合了两首曲子在里面 要是在我弹奏的时候 你们随便一个人 能够先猜出 那两首曲子的原曲是什么 就算您 好吗 好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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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旋律我应该听过 是什么呢 你听什么呢 八贺的降壁大调碎香曲 BW-V992 是八贺年轻的时候 写给他掌兄的 一首还美的曲子 对 是这首 降壁大调碎香曲 染心曲赛曲 谢谢 他肯定也知道 前几天和他提过 怎么样 时间到了 你没有答案了吗 相比大家随相取 第二首呢 不知道 没有听过 这首歌叫你 是这一届上级现身带 决赛的时候 染青队伍权的歌 正确 这一场还是凌晨获胜 谢谢老师 谢谢 谷阳 你作曲非常有天赋 而且拥有许多人 练都练不出来的 音乐直举 可是你不要以为 你学过古典乐 考经过朱莉亚 你就可以俯瞰谁 成就越大 格局越小 你所能够达到的高度 就越受局限 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 谢谢老师 明晨 恭喜你 谢谢杭老师 是 顾阳 顾阳 你到底要干吗 还有事吗 你明知道今天我要来未来面试 你为什么还要跟我招 我怎么知道你会来 而且刚刚你已经赢了 我来不来有差别吗 差别大了 我发你的短信你也都没看吧 而且你已经被朱莉亚录取了 你为什么还要来这儿 那是我自己的事 是 和一个根屁虫 确实没什么好说的 我从来没有说过你是根屁虫 你确实没这么说过 那你就是这么想的 第二道题的答案 我前几天刚已经说过 你竟然完全想不起来 你给我听过的巴赫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还是能打得上来 我对刘行乐本身就不感兴趣 我怎么可能记得住 好 那我问你 你为什么不愿意跟我一起表演 一定要独立完成 我打算即兴改变 怎么一起表演 你讲不讲道理 我不讲道理 好 那我就直说了 你是不是一直都觉得我很弱 我什么时候说过你弱 你确实不觉得我弱 你就是觉得你什么都比我强 好 顾扬 你记住了 今天是我连辰 二比零淘汰了你 说完了吗 朋友之间赢这么一场 你至于吗 朋友 我告诉你什么叫朋友 为了你我跟我妈大吵一架 跑断头我去给你送谱子 今天的考试对我来说再重要 我都会想着怎么跟你一起去完成 如果今天换做是我 我绝对不会去选择家世 来毁掉你的人生正假朋友 是吗 帮你出头不是朋友 帮你还钱不是朋友 还有你妈那个事 我有说过一句话吗 我就怕你难堪 我今天就选择咱俩这个考试 就不配当你朋友吗 好 更何况 今天都是人生机会的 是我 别的 我不是一个声音吗 所以说我做个这个 今天有些什么 什么事情 我才能吃 让我再吃 这家蛋糕很难买 草莓蛋糕 你买的蛋糕 是我最喜欢吃的口味 还说不是给我买 查看 你要给我休息 厅 шт 我怎么又输了 就不能让我一回 我手速摆在这儿 你当我钢琴白练了 那可能是我钢琴白练了 这么手残 以后还怎么组团打竞技 这样啊 以后呢 你就歇着 我罩着你 谁打你 我打残的 这道题应该选B 再来 这道题应该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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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